争议多年的浊西乡山里水利发电厂 一直是部分太平村及栗山村玉里镇的居民心中的痛 这个月初透过浊西乡民代表会主席金淑敏的带领下 来到花莲县政府找县长徐真卫来澄清 县政府也在20号这天下午召集了相关单位到厂县地献看 山里部落的居民高喊口号 强烈的表达不要适风水利发电厂来到部落的决心 山里部落族人拉起白布条 高喊着口号强烈表达不满 这是浊西乡山里部落 因为县政府承诺会与县政府相关单位现地献看 20号召开了相关单位来到部落 听取部落的声音 地方主管机关跟我们浊西乡公所 共同就本案要提出一个分析报告 报给中央由中央圆明会来认定 所以我们今天的线刊非常欢迎大家表达意见 表达意见 我们会把乡亲所有表达的疑虑 以会同写在这个报告书里 一起报给中央圆明会来做认定 那因为我们很清楚 这个水利发电案是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就得到当时公文的一个核定 它的胎发 并且当年也依据一些相关规定 办理了一些评估 那主要的一些工程项目 是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恢复展开 那对浊西乡跟玉里的乡亲 就会有一些疑虑 村子大概是一半一半 我本人的话是反对的 但是其实士丰他从以前到现在 他一直没有说明的很清楚 他的利弊 他跟我们说有利 但是我们问到弊的地方 他就不说明 然后一直让我们村民有那种撕裂对立的情形 除此县长 玉里镇长以及关心水利发电厂议题的居民 也都到场关心 表达意见 玉里镇长以及山里部的居民 也都带着陈情书 要递交给华林县政府原民处长 希望能够把诉求传递出去 我们很辛苦 没有人离我们 我谢谢县长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只要保护我们的家 保护我们的河 我们没有错 这是我的土地 如果远机法不能保护我们 那我们是原住民吗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谢谢县长能够在那边接受我们的称情 我们大家加油 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因为我们是唯一的赛德克组部落 如果我们部落消失了 华林就没有赛德克组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们一定要守护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下游 一里地区 尤其是山林跟大林 人民的 山林财产安全 下游 尤其山林跟大林 他们的耕田面积有1800甲 所以说面积很大 对这个财产 农作物的安全会希望有一个保障 水利法电厂在民国93年开始动工 因为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估法第16条之一规定 隔年停工进行环境现况差异分析 以及对策检讨报告 到民国98年环保署审查通过 并且经过华林县政府同意之后 在民国100到108年继续开发施工 期间适逢原住民基准法第24条修正 政府或私人在原住民族土地从事土地开发 应该取得原住民族或是部落同意或是参与 开发单位侍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在卓西开发水利发电厂一案 是否有违反原基法的立法精神 有待上去 记者 高雄雄主席乡采访报道 罚子 打开发 带发 感谢观看